白天的庭院,因为有了花草树木,趋近流水,以及温柔的月光和清爽的微风相依相伴,不知惊妙,别有洞天,总给人带来数不尽的意外惊喜。 而今晚的庭院,最大的亮点便是它的灯光设计了。 每当夜幕降临,黄灯珠上的时候,白星点点搭配着各种各样的庭院照明,将夜间的庭院感如闪亮的舞台般耀眼。 梦幻之中间也出了丝丝浪漫,让人在宁静的遐想中感受一份舒适宜然,镜像最惬意的闲暇时光。 有人说,灯光设计就是庭院的灵魂,今天我们就来看看,夜间庭院是如何在各种灯光的映衬下,瞬间每成立一道亮丽的风景呢? 具有舞台效果的射灯,可以作为庭院里最出彩的点睛之笔,因为相较于其他灯光而言,它的光束比较集中,而且层次丰富。 无论用于植布采光,还是用来空脱属体的照明气氛,都能发挥出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。 将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装点的格外迷人,小射灯的光源方向还可以自由调节。 配合猫偶尔梦幻的空间一静,看起来便有一番韵味。 使用台阶灯作为户外庭院照明,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 它的形式多种多样,比如灯柱、灯带、桶灯等。 不同的灯具营造出的灯光效果也各有不同,但无以例外地都会增加人们行进中的趣味和安全感。 使庭院景观变得光彩夺目,更具吸引力,穿得作为一种点字性的灯饰,也是营造浪漫氛围的绝顶高手。 它安装简单,装饰感强,而且可以根据场景的需求灵活布置,让庭院的气氛显得更加唯美,也更有情调,因而在庭院装饰中受到了广泛的运用。 除了普通的灯光,庭院的美感还需要水系照明来加持,沿着水井周围点缀一圈灯光。 护在墙面和建筑的高处,安装几道灯带,与波光淋淋的水面映衬在一起,形成一幅光影流动的画面,可以达到赏心悦目,明镜祥和的效果。 此外,庭院里的花花草草,也可以选择富有艺术性的灯具来渲染,让灯具本身融合到景观之中,还可以在提供照明的同时。 又为景观增加积蓄温馨,浪漫,神秘的韵味,突出庭院的立体层次感,视觉上让人美不胜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